狐妖小红娘是一部长年占据排名第一的动漫,讲述的是以红娘为职业的狐妖牵线再续前缘的故事,里面大多是主线连接起来的各个分线故事,这次影视化的就是里面最出名的三篇,这动漫自确定开拍以来,被溜的最多的是宋茜,刘诗诗,杨颖,在少女形象上,这三位年龄上肯定不适合的, 护造人物上,宋茜没有古装韵味,刘诗诗眼神空洞,杨颖没有演技,网友讨论表示,拒绝这样的涂山苏苏,当然可能有人说,涂山苏苏可以换成小年轻眼,八五花眼涂山苏苏的前世狐妖女王涂山红红就好,可涂山苏苏才是连接故事的主角儿,况且涂山红红虽然是一只狐妖,不说年纪多大,可是绝对是年轻美貌冷酷霸气的少女形象,刘诗诗,杨幂, 杨幂和唐嫣在先见三里的少女灵气感十足,演技也很棒,年纪上去后脸上胶原蛋白流失,没有少女气息不说,现在除了杨幂偶尔演技还不错之外,刘诗诗和唐嫣的演技是越来越倒退,一个演戏说话时,永远摇头晃脑,一个演技永远粘贴复制一个模式, 迪丽热巴虽然漂亮,但是演技没有杨子好,而且,迪丽热巴面相实在过于抑郁风情,古典温柔的角色,根本不适合她,合适的角色合适的演员才能互相成就,为啥去选择不合适的八五花? 猜测制片想的是挨骂被喷也是流量,总比无声无息的扑接了好,对吧?